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今天我们来包包子 先和面 准备一碗温水 水温在30摄氏度左右 加酵母粉 放一边静置 中筋面粉和低筋面粉简单混合 加糖,无铝泡打粉和油 最后加上刚才准备好的酵母水 用筷子把面粉搅拌成絮状 揉成面团 揉搓面团 逐渐揉成长条形 折叠变短 再次揉成长条形 反复三次 长条形相比揉圆形面团更容易揉匀 最后整形揉成圆形面团 盖盖子 放温暖的地方发酵 我家的室温是22度 发酵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先做条馅前的准备 大白菜切碎 撒盐 简单拌匀 放一边静置三分钟 把大白菜中的水挤干净 反复几次挤水动作 如果有干净的细纱布 可以用细纱布包裹白菜纱水 纱过水的白菜 最后重量大约是100克左右 现在我们调馅 加入除白菜以外的所有食材 用力搅拌 顺着同一个方向 用力搅拌 直到肉馅完全吸收液体调料 出现微微拉丝 加沙过水的白菜 顺同一方向搅拌均匀 我们来准备包子皮 手指插入面团 小洞无塌陷 无回缩 说明面发好了 手上撒点面粉 把面团取出来排气 把面团整成环状 切断 揉成长条状 然后切面剂子 如果把握不好每个面剂子的大小 可以用刀轻轻在面上压一个印做标记 面剂子切好后 撒面粉防粘 每个剂子稍微整圆 压扁 包子皮中间厚 边缘薄 包子皮要有一定厚度 不要擀得太薄 我们来包包子 把馅压扁 用右手拇指捏包子褶 捏住之后不要急着封口 一直叠加褶皱 到最后自然可以收口 左手食指可以帮助右手运送褶皱 左手拇指根据需要按压包子馅准备收口 收口之后再捏一下封口处 最后稍微整形 让包子更加圆润漂亮 蒸锅里加水 稍微加温到30摄氏度左右关火 蒸锅隆梯里垫上减好的烘焙纸 包子进锅 盖盖子醒发30分钟 30分钟后 用手来按一下醒发好的包子皮 坑挖处很快会复原状 这个时候包子就醒好了 开大火蒸16分钟 关火后离火 一分钟后 用筷子把锅盖支起来一个小缝 两分钟后再打开锅盖 注意 如果家里的吸油烟机吸力很大 建议揭开锅盖之前 暂时关闭吸油烟机 因为刚蒸好的包子 由于里外的明显温度差和气压差 可能让包子皮塌陷 掌握了以上这些要点 包包子就变得非常简单 撕开包子皮 发面的组织很均匀 吃起来非常的松软 肉馅鲜美多汁 搭配白菜的丝丝甜味 趁热吃几个都停不下来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请在评论里告诉我 您包包子都遇到过哪些问题 如果您觉得看了这段视频有所收获 欢迎您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